9点3周半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台湾人吃槟榔一年可以吃掉好几百亿 而至于在中国大陆靠着湖南人 市场规模同样也是好大 再来看到海南岛的万林 靠着种槟榔家家户户盖起楼房 年收入过百万 当年的定型果现在成了腰签树 一片绿油油的槟榔树 看得让人心晃神疑 槟榔不止台湾人爱吃 其实大陆人也爱 槟榔是中国的四大难药之一 而当中全中国大陆的槟榔 有95%都是在海南栽种 而当中其中最主要的产区 就是在万宁这个地区 位在海南省中部的万宁 年平均温度22度 加上雨水充沛 气候湿热 最适宜槟生长 因此整个万宁市 种植槟榔的面积就高达56.6万亩 被称为大陆的槟榔之乡 而这么多人种槟榔 是因为对当地农户而言 槟榔树就是摇钱树 在这片呢 只是这一片是不是 那你们光这样子这样一片 这个槟榔有多大呀 大概这片大概650亩 指着半片山头 槟榔种植大户 陈静兴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光靠着槟榔田 一年净利润就超过40万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200万 槟榔那种开始种到 六年后的开始结果 搞散事在九年一号 九年后槟榔根系 它散业不相同 全本的只有百分之二十 现在百分之八十四利润的 到超货的时候 它就心中了 不用这么管理 会会会会封烧 还结果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 所以你等于咬牙咬七年 你这位置就没问题了 湖南是全大陆吃槟榔最主要的省份 据统计光是湖南就有八百万人在吃槟榔 占了全湖南人口的九分之一 他们不吃新鲜的槟榔 而是把槟榔加工调味 变成像蜜饯一样 我们整个行业发展的话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槟榔的原料的供应会 严重的不足的问题 很多时候就不去开发新的市场 相较于大陆农民 平均一年收入五千块人民币 也就是两万五台币一年 万宁的农民靠种槟榔致富 槟榔田四周随处可见 正在施工的景象 红砖瓦房变成了一栋栋 具有现代风格的槟榔小洋房 古时候海南人用槟榔作为定情信物 现在槟榔不只是定情果 还是致富果